大家好 大龙今天来的位置是 昭西凌 孝庄文皇后 孝庄文皇后的昭西凌很特殊 因为她是 康熙的奶奶 顺智的妈妈 她站在风水墙外 昭西凌 是不对外开放的 咱们现在就从这个门进去 昭西凌 建在整个青冬陵顺智的神道的左侧 就是坐北朝南的左侧 我面前就是北 为什么左侧 以左为尊 有一个特点 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 给大家看一下 东西配电都已经毁了 这是遗址 这也是遗址 包括我现在站的位置是隆文殿 全部被毁了 只剩这个机址 那个石床那就是暖阁 什么特点呢 它的灵 没有任何沟区 我们走过这么多青代的地灵 发现里边是有 小沟 糖水 排水 什么之类的 没有 这个灵没有 而且这里面还有一个特点 就是它是两重围墙 我们现在看到是一重 外边还有一重围墙 这是在其他灵是没有的 它的背后就是北面 后面就是青东灵 它是站在这个大红墙之外 江西皇帝对他祖母特别孝顺 孝庄皇后死之后 当时是没有修建帝宫 然后把他的这个 尸体 放在这个墙墙内 然后用土掩埋 等到真正是 入土为岸 建帝宫的时候 是用正的事 这边就是西配殿 西配殿就是喇嘛 为斯德超度的地方 这是东配殿 东配殿 放着就是一些 生前用的东西 什么之类的 孝庄皇后啊 为什么没葬在沈阳的昭陵 而葬在了青东陵呢 有几种说法 一是路途太遥远 你回去啊 劳民伤财 而且呢你还要打开你丈夫的地宫 这是不符合清朝的规矩 第二是康熙 那个时候反清复明还很苍绝 对不对 好说不好听 再者呢 孝庄皇后觉得跟子孙的关系 比较好一点 最后呢 为什么没葬在这个风水巷之内呢 因为里面是顺制 顺制是他儿子 你葬在风水巷之内 相当于你被你儿子骑住了 显得顺制 也不孝 对不对 这个位置不是 隆文殿吗 这个位置就是一个门 东西两侧都有门 以至于后来 所有的什么御飞远寝 包括这个警飞远寝 按照昭凌这种 来建制的啊 按理说 这边是没有门的 到后边有一个门 直接进入这个 灵园嘛 所以说后来的妃子啊 全都是按照赵锡林 在两侧建门 明楼 后面是宝顶 咱们上去看一下 上面正私工的 有几个工人 你看虽然不开放的话 我们对文物的保护 还是很严格的 它这个明楼 跟所有的明楼都不一样 有三层台阶 看不看到 你在所有的明楼都看不到这三层台阶 我告诉大家为什么 知识点来了啊 是因为孝庄文皇后 辅佐了 三朝皇帝 顺治 康熙 黄太极 刚才大龙不说的吗 两道围墙 看到了没有 在这看清楚吧 一道两道 外边这圈围墙啊 代表着他属于 沈阳的昭陵 里边这圈围墙 是真正 是昭西陵的 围墙 今天大龙第一次啊 能上明楼上方 跟着施工队看一看 我们的位置啊 是在这个咱们 昭陵的施工队啊 明楼的正上方 看那是 那是 那是大鸿门 整个昭西陵啊 就站在大鸿门的外边 那个就是顺治爷的 呃神鹿 石牌坊 从那开始啊 大鸿门 碑楼 一直到后边 啊这是中轴县 这边是康熙 啊那边是乾隆啊 这个一东一西 当着康熙和乾隆 昭西陵啊 龙门店东西配店全都毁了 前面那个大的看到了吗 小碑楼啊 上面就是刻着三种文字 蒙满汉 上面写着孝庄门往后 小庄门皇后之灵 看到了吧 大龙啊 把这个昭西陵就拍完了啊 大龙有地方讲的不好呢 大家都担待 毕竟大龙不是历史老师啊 谢谢大家 好了拜拜 拜拜 拜拜 谢谢大家